单头紫南宫出现了郭董红包 最近有民众发现了紫南宫的工作上出现了好几箱红包 这红包上面都印有郭台铭三个大字 引来不少民众围观拍照 指乎是郭董要发红包了 事实上这些红包是身为益销协会总顾问的郭台铭 在春节期间特别准备的200元红包 在紫南宫过完香火之后 要发放给全国的益销弟兄 一箱红包搬上神桌 准备在土地公面前过火 但仔细看看这红包好像有点不一样 红包上大大写下 郭台铭安守护台湾八个大字 一旁还庶名王金平郭台铭祝贺 郭董红包现身南投紫南宫 让民众又惊又喜 红包里头还装现金200元 但王金平跟郭台铭在红包上合体 耐人寻味 就是出来选总统 一定是郭台铭交王金平 所以你觉得他的政治力度比较大的 对 最后一波这样 原来红包是身为益销协会总顾问 十年的郭董 为了要慰劳全国益销同任辛劳 自套腰包准备的春节红包 今年已经不是头一回赠送 后续可能由益销总会长王金平 出面发放 明年就是总统大选 这发出去的郭董红包 让外界增添想象空间 记得正如其他能够报道